譚玉英姐姐這日火柏青春不要臉一班演員 余德成、尤家欣、林正峰和洪德賢作客私家大戰 對決一班英文好過中文的明珠台主持 姜麗文、邵佩思、陳希瑞、魏韻芝及王子維 有看開這個節目的觀眾都知道 想得來玩遊戲的路一定要轉得夠快 譚玉英姐姐就被她班隊員大讚了 因為阿譚她反應後快 之後她的答尾又夠爽直 所以希望可以贏一些獎金 就請大家吃飯 我幫了你說阿譚 是呀是呀 請你喝也不要緊 所以你知道今天由阿譚來做隊長 很放心 很放心 特別是剛剛回討的時候 我看到阿譚的表現 我信心爆破 我覺得今天贏的機會很高 給我壓力 不是不是不是 其實我想玩遊戲最重要的是 投入和玩得開心 我想贏或輸也不要緊 當然不要緊 我們當然想贏 不是想玩 但是我們一定要投入玩得開心 玩遊戲要過腦轉得快 不過林靜峰就說自己 常常想錯旁邊 轉數方面來說 我常常轉去想了些不知甚麼 回答一些東西好像不太對 你又怎樣 我覺得這個節目最重要是 想一百個人想的東西 不是自己想的東西 想自己就死硬了 我記得剛才試的時候 她說你的初吻是甚麼時候 你有沒有答自己真話 她答自己真話 她答自己真話 她是沒有人 我逆零分 一百個人都沒有 你問她多少歲 我今年24歲 不是你今年 你初吻是多少歲 都是12年前 12歲 真的很誇張 很誇張 所以這個節目就是很不小心 會回答自己真話 是 那就糟糕了 但我想知道 其實也不是真的 剛才也有問我 初吻是甚麼時候 你的初吻是甚麼時候 我剛才的答案是20歲 你呢 你呢 實際也不是 不過也沒有你這麼誇張 你不是多少歲 實際是多少歲 你多事 不少藝人 都是私家大戰的捧場客 姜黎文就說 她從小看到大 所以這次可以親身上來玩 她都覺得很興奮 我六歲已經開始 在加拿大開始看這個節目 然後她一來到香港 我當然也有看 我很開心 我一定要贏 我準備了三十年 OK 不要透露你的年齡 謝謝 六歲三十 哇 對 小心 I'm proud 我快要三十六歲 沒問題 還是這麼漂亮 但你有沒有做好功課 才上來玩 也有 其實我本身也喜歡看這個節目 因為我覺得這個節目 不需要用腦 家庭官場可以看完之後 一百個人會想些甚麼 然後就覺得很興奮 對 我很喜歡這個節目 我知道 你們在表演之前 你們有試過玩一下 是 是 是 其實我覺得是不可以 想得太複雜 是 越簡單的答案 就應該是對的 用自己的直覺 而且我們的對手也挺強的 是 譚玉英姐姐 哎呀 真的看到她快問快答 她真的搭了六題 搭了最後的終極戰